好,我們現在上的東西叫光學儀器 第一個東西叫做放大鏡 放大鏡就是凸透鏡 一個放大鏡就是凸透鏡 你正常使用放大鏡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放大鏡還是縮小鏡 放大 這裡還導力 正力 所以你正常使用放大鏡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一個正力的放大鏡 那請問 根據我們前面教的 他要放在透鏡的什麼位置 24號 24 放在哪裡 不知道 坐下 突透鏡 焦點內成正力放大 虛項 成正力放大虛項 所以要放在焦點內 脫鏡可不看到縮小象 可以 所以放大鏡也可以看到縮小象 那放到哪裡 會有縮小象 放在什麼位置 它會有縮小象 這個叫做十號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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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哪邊有縮小象 不知 你坐 這我前面就告訴你要背的 你把放大鏡拿起來看遠的地方 遠的地方 看到兩倍焦距外 你看到縮小象 這是前面你背過的 所以放大鏡 正常使用放大鏡 東西放在焦點內 成正力放大虛項 放大鏡你看到縮小象 把東西放在兩倍焦距外 會看到縮小象 放大鏡 不管它是實相還是虛相 你的光鏡到眼鏡 你的大腦會判斷 所以我們剛才跟你講 凸透鏡的成像位置 什麼同側異側有沒有 同側異側 可是你眼鏡看到 一定都是在跟東西同一邊 就是東西內邊 看到像 那是不是你有大腦 你大腦會判斷的關係 你大腦還那 那並不是真正的成像位置 放眼鏡 放眼鏡呢 我們要交的簡單的 天文單筒的天文望遠鏡 有折射式跟反射式 折射式就是靠折射 有兩片突透鏡 然後呢 去看遠處的星光 因為遠處星光很遠 所以一定在哪邊 一定在兩倍焦距外 會成什麼像 這邊背過 導力縮小石像 所以先去讓星光 成為一個導力縮小石像 這個像就會變成目鏡的霧 會變成目鏡的霧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 目鏡的焦點內 它就會成為一個正立放大虛像 兩個合起來 前面一個縮小 後面一個放大 兩個合起來還是放大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放大的像 一定在霧鏡的兩倍焦距外 所以成為一個縮小導力石像 然後這個像會變成霧 這個霧在焦點內 所以成為一個正立放大的虛像 是靠兩個折射造成的 這叫折射式望遠鏡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放大虛像 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就是最後的成像結果 對於原來的物體而言 對於原來的那個物體而言 放大虛像 上下顛倒左右相反 這是折射式望遠鏡 比如說它有很多 望遠鏡有很多要講的 可是我們都沒有焦了 所以不管它 這樣子 然後 反射式望遠鏡 就是有一個反射鏡 反射鏡 好 成一個45度 然後放在凹面鏡的焦點內的地方 光線從無限遠照過來 打到凹面鏡 然後呢 會去打到平面鏡 平面鏡再把它反射上去的目鏡 然後呢 就會成像 最後是一個放大像 所以這個是用反射 反射反射的好處 可以減少一些事情 那個我們國中沒有體就算了 OK 這樣子 反射式望遠鏡 最後的是你們生物交過的 物視顯微鏡 有 也是兩個豬肉鏡 作為物鏡跟木鏡 物體是放在物鏡的焦點跟兩倍焦距間 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東西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會成什麼像嗎 你有記得 放在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會成什麼像嗎 十一號 不記得 今天問了 今天問了通通不記得 剛剛焦過還沒有倍 請坐 焦點跟兩倍焦距間成為一個倒立放大十項 三十二號 三十二號 焦點內成什麼像 你也忘了 剛剛講完就忘了 成為一個正麗放大虛項 成為一個正麗放大虛項 所以他放大幾次 他放大兩次 所以以前你們學啊 一個十倍一個二十倍 所以還會變幾倍 兩百倍啊 我算過嗎 怎麼要放大幾倍 下面放大十倍 他放大二十倍 可以放大兩百倍 就是這樣 放大兩次嘛 最後的像 對原物而言 就是一個放大虛項 也是一樣 像上下電導左右相反 你們生物考過了 我們就喜歡考那個左右 不相反 我們就有這個題目 我們喜歡考它左右相反 就是 負視顯微鏡 負視顯微鏡 好 你們的顯微鏡下面 會有個面鏡 是要能夠讓它反光的 讓它把光線集中的 讓它會比較亮的 請問你哪一種鏡子 會讓它光線集中 會讓它比較亮 哪一種 哪一種鏡子 哪一種鏡子 會讓它光線集中 會比較亮 四號 四號 拗面鏡很好 終於有人答對了 拗面鏡 終於有人答對了 好 拗面鏡可以集中光線 可以讓它比它亮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康軒立體 也是你們平常 考日常考的問題 就是那個東西要怎麼辦 我看到那個小蟲 往右上角移壓 它 進撥片要怎麼移動 才追得到它之類的 那是這種問題 好 看到這個 想把它移到中間 你的撥片要怎麼移動 它會抬到會到中間 好 成像是上下顛倒左右 相反 要怎樣移動 它才會移到中間 我們就喜歡考這個 考這個 33 33 往哪邊 答案選幾 答案選B 右下方 謝謝你 富士選為進 上下顛倒 左右相反 你看起來 應該要往右下腳滑 基本上要往哪邊走 左上腳動啊 你看到它在左上方 那些是在哪 是在右下方啊 看起來在左上 其實是在 右下 所以呢 大家要選C啊 我們考試幾乎都考這種啊 會就好啦 就是跟各位介紹三種光學儀器 簡單的介紹這三種光學儀器 後面還有照相機跟眼睛的比較重要 我們後面再說 到這邊 OK嗎 OK 很好